近日,为纪念一代巨星张国荣去世20周年,由哥哥生前经纪人兼好友陈淑芬策划的《继续宠爱20年音乐会》在宏馆举行。 当晚,表演嘉宾钟振涛、张志玲、郭富城等一众歌手纷纷亮相。 表演结束后,钟振涛和张志玲接受了媒体采访,讲述了与哥哥生前的点滴往事。 与哥哥同期异讯班毕业的钟振涛在台上献唱了《借你忧婚》和《游灵开始》, 也透过歌声感恩张国荣生前对他的帮助。 我试过有一次拍《九星暴喜》的时候,刚刚我在台上都讲了, 那个时候本来那个是叫《八星暴喜》的,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跟制片人讲,贾瓦比一起来玩啊, 那结果就变成你们后来在电影上看到《九星暴喜》了。 所以这样子来帮忙一个艺人的, 我看我在圈里面五十年没碰过第二个, 就是他才会就是义无反顾的,就这样帮了人家, 只有他是这样子的。 而张志玲则现唱了《左右手红》等歌曲, 更分享了在哥哥生前自己错过的一件憾事。 入行的时候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, 就是有一次他请我去看他录他的那个唱片的时候,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去, 我都忘了是什么原因了, 可是真的,我应该去的, 如果现在要我在,